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你是缓住家人的嘛 女女都不知道 其實我有做一大輪電療的 我做電療的時候公司都沒有人知道 我的女兒也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的 我記得好像只有我姐姐知道 為何你要朋友和親人一起去 我不是那種人 我不喜歡別人摸摸摸摸 我很多事情要自己想清楚 還有我還有能力的 我不是真的暈了 要擔架才去到醫院 但你最差是一個副作用 令到你大腿的骨是走到的 那是後期的事 那個電療之後 原來我的骨也比較差 我沒有說要去賴醫生 雖然當時我也很猛疹 因為他們害得我不能走 我覺得 但他的解釋就是說 其實我也是照自己計算的方法 幫他做電療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他也會說不關他的事 但我不想追究 但有沒有影響到後期的拍攝 走不到的時候 那時候還未出事 電療之後 有一段時間 他才開始敷 骨 他不是馬上電馬上敷 會不會當時是 Siri姐人生最低潮期 你想想 有可能走不到的時候 你以後不可以拍劇 或者是怎樣的 其實有低潮的 灰暗的想法 因為你想想 本來是有能力的 可以自己處理自己 去哪裡都行 突然就不能走 拐掌 甚至輪椅 那你是不是心想的東西很灰 所以其實我也是 有想盡所有辦法去補教這件事 我要開刀 但是醫生不肯開 醫生說那裡開不了刀 如果我幫你開刀 做一個Bridge 一個假的骨 讓它快點生回來 是未必有效 甚至可能它沒有用的時候 我還要再開刀 幫你拿出來 而且那裡接近一個大動脈 有可能會流血不止 所以醫生不肯幫我做 他不肯幫我做 我就覺得很不開心 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像判了我死刑 我就很不開心 但是呢 我就決定安排我前面的路 一定要養狗 那時候就是 那兩隻狗仔 蚊蚊和奶茶 2003年的1月 不知2月 蚊蚊就來了我家 屎納莎狗仔 很可愛 屎納莎姐姐 然後我就經常都說 其實我不是很想養一隻黑色狗 我經常都說我要養一隻白痴痴的 那些叫做西高犬 但是它那晚很晚打給你 因為它在我樓下對面 你下來看 那隻狗很精靈 很健康 很好 我一看就跟牠有緣分 我覺得我很了解牠 然後我就養了牠 但是我就是心心不分想要一隻白色狗 然後整天就下去看 希望還有一隻白色狗 但是我家裡 我就認為 我不應該養這麼多隻 但是後來又再見到第二隻 就是妹妹奶茶 奶茶也是很可愛的 像小豬一樣 很喜歡牠 她後來被人剪了耳朵 所以我實在太痛心了 我就不斷罵一個人 我們這樣剪了耳朵 她很痛 拿回我家裡 讓我養一陣子 讓牠好回來才給你 因為牠流血了 拿回來就不捨得給牠 終於養了兩隻 一個是耳朵 一個是奶茶 會不會牠們 令到你的心情好 慢慢康復之後 其實是明顯地 我瘋了 每天都開心 在地上爬來爬去 跟狗玩 即是在家裡爬來爬去 因為牠們很細緻 但你爬不痛嗎 爬還可以 不知為何 我女傭打電話給我妹妹 跟她們說 小姐現在很開心 天天在家裡很開心 我也覺得是有幫助的 還有人是信仰 信仰 那時候 你開始信主 其實我已經信了主 但不是很虔誠 經常去教會 但後來那個時候 教會 其實經常都有人來 安慰我 幫我 那時候有了狗之後 個人開心了 一圈圈星光背後 有我們思琦 想聽足本訪問 馬上 881903.com 節目重溫